性格不合 风之宣布离婚 我不知道该怎么再继续走下去 谢霆锋 张伯芝真的离婚了 风之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两人性格不合 共同决定离婚 也和平达成协议 Locas Quintus则是共同抚养 此后不会就离婚事宜再做任何回应 风之变至今97天 期间两人纷扰不断 香港电台DJ扎小新曾爆料 博芝密谋掏空 庭峰财产 博芝也向港媒抱怨 庭峰是假面父亲 喜欢戴墨镜掩饰自己 帅有个屁腰 怎么演啊 博芝就带着双儿搬进阳明山庄 让谢家人见不到孩子 8月传博芝想挽救婚姻 接着Lukas真理趴邀请谢家人参加 还带着两个孩子出门买礼物 但当天庭峰就和博芝谈离婚 上周风之又展开二度离婚协商 进行16小时马拉松谈判 最了解 庭峰答应两个孩子跟博芝一起住 自己可以随时探望 博芝则是放弃庭峰的物业和现金 但又传庭峰愿意共享财产 双方最后和平达成离婚协议 引爆风之婚变得成关系 昨天现身香港中华 对风之离婚没有回应 庭峰妈迪珀拉也刚好和男友在中华 他不怀疑儿子离婚就开心去做SPA 庭峰把谢贤则以过来人身份给儿子中雇 人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等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